意大利国会选举结束 极右派意大利兄弟党要居最大党 当回梅洛尼将成为意大利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她将领导自二战以来 政治立场最优异的联合政府 虽然梅洛尼在选战中智力淡化右翼形象 不过她本人反移民 反LGBTQ以及反堕胎的立场 不免引发许多欧盟国家的忧虑 除了人权议题引发关切 某些欧洲国家也担忧 极右派执政的意大利 可能会破坏欧盟在应对乌俄战争疫情 以及全球通膨的团结 为了降低外界疑虑 梅洛尼自选战以来 一向对外抱持着挺务抗恶的立场 但是她的盟友们 前总理贝鲁斯科宁 以及凡移民联盟领导人萨尔维尼 都长期被指控为情恶人士 梅洛尼胜选后 隶属波兰保守派执政党 法律争议党的总理莫拉维茨克 随即发文道贺 其他同党官员也赞扬欧盟内的右派势力 声势逐渐壮大 其实不止这两国 瑞典国内 由新纳粹人士创建的瑞典民主党 将成为新内阁里的最大党 而在西班牙 极右派民生党支持度也非常的高 不过另外一届最震惊的是 欧盟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 竟然也向右倾 恐怕让欧盟凝聚力再次受到打击 华语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扬赞扬订阅 感谢忠岳统合 请不吝点赞扬订阅 请不吝点赞扬订阅 感谢忠岳统合